身穿蓝色衬衫戴着口罩快步走出地院 不管记者怎么问就是不开口 周二深夜法官裁定国民党立委郑天才 以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海出境 检调人员搬着三大箱证物 以及一台电脑主机 从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办公室离开 27日上午北检趁着立法院修会 突袭搜索郑天才办公室及住所等多个地点 并约谈他本人到案 原有恐怕跟他办公室的前执行长张腾龙脱不了关系 去年检调侦办云林绿电案 查出有厂商透过张腾龙行贿时任 营建署组长的张志明进而取得标案 不法获利达7500万元 后来双双被依贪污罪起诉 当时郑天才说完全不知情 但检调疑似找到刑事证 时隔一年再搜索他的办公室 郑天才以被告身份遭检方约谈 检调查办应基于事实依法侦办 误网误众 由于检调目前未对外说明具体的查办内容 我们呼吁外界应避免过多的揣测 国民党则回应误网误众 不过今年67岁的郑天才毕业自台大法律系 是四连霸的平地原住民立委 如今卷进收贿案 真相为何还有待司法厘清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